中国自古以来爆发了无数场战争 虽然这些战争让数不尽的百姓流离失所 但战争也让许多人流芳百世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 在这次叛乱中也出了许多流芳百世的人物 七品小丽张荀就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他的名声却是通过吃了数万妇儒吃出来的 吃人一直以来便是出自传说之中 但在历史中这样的事情的确真实发生过 唐代便发生过一几 在这起事件中被吃掉的人数有几万之巨 这件事发生在安史之乱的时候 当时安禄山叛乱 叛军一路打到了虽阳 虽阳只是一座小城 城内只有几万平民和几千士兵 但此地却是战略要地 是叛军只取中原的屏障 当时张荀是这座小城的主帅 城内不但士兵少 连粮食和武器也极度匮乏 他们面对的却是几万精锐叛军 而张荀却在粮食匮乏 只有几千残兵弱将的情况下 将这座城整整守住了十个月之久 就这份战绩而言 张荀的确有流芳百世的资格 但在这份战绩的背后 却有着惨绝人寰的另一面 当时虽阳城内有几万妇孺 但在叛军破城后 城内仅仅只剩下了几百人 其余的人不是战死的 而是被张荀等人活活吃掉的 当时城内粮食极度匮乏 城里能吃的东西都被人们吃完了 连树皮 草根 老鼠等物 也被吃得一干二净 虽然粮食没了 可城还得继续守啊 于是张荀亲自杀死了自己的小妾 并强迫将士将他的尸体吃掉 后来众将士便纷纷效仿张荀 以城中的妇孺冲击 就这样城中的数万妇孺 被吃得干干净净 事后唐代宗不但将张荀 放进了名将词 还为他立庙共世人祭拜 这在现在看来是多大的讽刺啊 连最基本的人性都丧失的人 有什么资格流芳百世呢